關於整個任州非的、華為的很多技術方面的問題 和它流的流口,我會告訴你 華為每個手機都有監聽的功能 無處不在 和威視監控是一模一樣的 美國人調查了華為多年了 那可不是那麼簡單,哪那麼簡單呢? 華為和任晚舟本身的問題 是技術的欺詐 就像任正非先生說 我們不忌諱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我愛我們的黨 但是我們尊重別家國家的法律 這話說的沒毛病,我也這麼說 我也愛我的國家 我不愛這個黨 但是你偷人家的技術不行 你製造假文件不行 你說假話不行 哪國也不讓你說假話 你得負責任 這是個基本的常識嘛 是吧 那麼我們華為 這個整個公司 作為一個國家企業 如果正常的企業 我們該尊重它 愛戴它 愛護它 我們應該把任正非當的英雄 但是事實不是 他們幹的事情 他不僅監聽了他們的美帝國主義 說他敵人 你也監聽了你的同胞 包括我郭文貴的家人和員工 我們惹你華為了嗎 你監聽了所有善良的中國同胞 你幫助江家 你幫助朱家 你幫助王岐山 在了解所有的金融大數據 一次一次撿了股票的羊毛 你是幫助朱這幾大家族 掠奪了我們99的老百姓的財物